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相信我上个礼拜的这样子短线的这个操作 应该慢慢大家会有感觉 就说原来看到今天大盘就震荡拉回了 终于慢慢知道为什么我在上周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股票都选择做短线 甚至于做当充卖出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来你看上个星期五 我们做当充出厂这个点续 你看今天开低 那当然我不是说叫你现在去买短 买这个点续 重点是我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有些股票 它其实在还没有确定走稳之前 纵使它现在底部看起来价稳量缩 但是不好意思 在还没有格局确定转强之前 有些股票的处置 就必须要像我这样子 你看上个星期 有没有看到这是星期五那天的call stream 你看点续6485底部筹码稳定 其实我这么讲好了 如果你抱着一种低阶的想法 我认为这种股票都是可以买的 都是可以买的 那我们看到准备挑战 12日建议1293块布局 然后你看点续上个星期 我说想做当充的 我们就把它充掉了 97.8 97.9当中获利出场 那上个星期五运气不错 点续有攻上涨停板 你看当你看到点续在这边掌停板 一直关不起来的时候 就大家可以知道 这边的筹码 这边的持股信心 它本来就是不足的 就是为什么在上个星期 我会选择先把点续当中 出场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样大家了解了吧 所以当你看到今天点续拉回的时候 有的投资本当然会想说 早知道上个星期 就应该听周老师的话 对不对 有些股票就把它当充掉 当然你今天早盘大盘 中错白点的时候 就不关你的事情 当然这种事后的话大家都会讲 事后的话大家都会讲 那只是说 这边我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 就像我这边写的 大盘这里它是肯定会持续震荡的 那你说震个一天叫震吗 震个两天叫震吗 不错 不是这样子的 关键在哪里量要说 你看哦 目前来讲我刚刚看了一下 今天大盘预估量不到4000亿 我这边要提醒大家 当大盘开始量缩的时候 这个涨停板的加速会开始变少 为什么 因为动能变弱了嘛 市场的资金变少之后 这些资金它就没有多余的余力 再去力捧这些 可以让股票涨停板 那我问大家好了 当你发现到这些 涨停板的股票变少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策略 要不要做调整 当然你会讲说 哎呀周老师 我跟你做就好了 你看跟着你做 你看92块93块买进 97.897.9买进 你看那一天 点续就可以赚涨停板 不是这样子的 我不敢跟你保证 你今天有涨停板 就好比如说 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支 你看连养 这也是上个星期 我做短线套利价它出的 你看 我不敢说我卖得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卖对 那为什么这个股票要先卖 当然有很多种考量 最主要就在于说 考量到大盘还不稳 所以你看 上个星期四 我建议大家买连养 112 114 有没有看到 买进 买进 然后再压回平板的附近低接 我也没追高 没有追高 再来隔天 121 122 做隔日冲 做隔日冲 卖出 那当然连养也不错 赚了蛮多的 赚了10块钱的加差 有没有发现到 不管是典序 或者是联养 这两支股票 我的处理方法 不一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最主要就是在于说 就我的经验法则来告诉我了 有些股票 它一旦冲高之后 它刚好面临到前波的压力点的时候 事实上 这个压力要突破 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所以当你今天在追捧航运股的时候 我也是要提醒你一样的事情 别忘记了 这些航运股再涨上去 就接近前面的压力点 你要知道那边有很多人等着解套 我也不要说哪些股票 你们自己稍微看一下 到底是这样 所以你看 当我上个星期 第一阶连养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就有数 这边纵使没有套出很大的量 但是我相信一冲高之后 这边等着解套的人一定有 所以为什么我才会建议隔日冲 你看 在上个星期一开高之后 先卖再说 我也没卖再说最高点 当然现在回头来看 你会觉得说 哇 主要是你好厉害 今天你看 哇 122卖掉之后 你看今天升109了 又打回到我们的买点了 对不对 我没有叫你们买的意思 不要误会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上个星期 我告诉大家 我推出这个半年线作战计划的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这个作战计划 很清楚的就是 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以现阶段来讲 因为考量到欧美股市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 说老师可是最近欧美股市 也没有大跌 没有大跌 但是大家知道 毕竟高处不胜寒 你看那些欧美股市 包括美股 全部现在都在三点上 我不管它会攻顶 会不会登顶 会不会再创新高 会不会攀 会不会再爬到更高的高点 可是毕竟有疑虑 我认为 就必须要把这个疑虑 当成一个所谓的不确定的因子 就比如说前几年 很多人在讨论美国的国债 哇 那个国债中 听说每天 平均每个美国人都负债 多两百多块美金 对不对 那又如何 对不对 我们不是美国人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很多的经济学家 包括这一些 我们讲的这一些分析师 美国的分析师 他们其实都会把这一些 所谓的不确定的因子 都把它列入一个 所谓分析的考量 当然这样子的系统性风险 跟非系统性风险 它所造成的这个波动影响 是会当然不太一样 就要比如说上个星期 我们也知道 哇 每天这个确诊的案例 就毕竟三百 三百多个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今天 我昨天有看到这个 很多网络上的留言 说你们等着看吧 今天开盘 至少大跌一千点 什么什么都有 当然我觉得 我这么讲好了 现在来讲 每天确诊 超过两百多个人 基本上来讲 应该是一个很 没什么的问题 因为按照什么 什么R0值来算的话 一个人 一个确诊会传给五个 所以按照这样子的推估来讲 迟早一定会破十五百 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因为这叫记制的利空 我们都已经知道 一定确诊的人数 是暂时压不下来 那既然记制的利空 那会不会是利空 你看连郭董都要跟 都说要自己买疫苗 给他员工打了 表示说现在很多 我这么讲好了 已经慢慢慢慢大家知道 好吧 那唯一的办法 就是赶快买疫苗来打 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当然大盘今天 我想跟他聊的就是说 如果今天按照 目前的预估量 真的不足四千亿的话 我不晓得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就像我刚刚有讲的 对于喜欢看到很大的量 然后才鼓足勇气军 冲股票的人 他可能会觉得说 那没有量的话 是不是变得不好冲 我已经提醒过你 一定会有影响的 但是站在一个放长线 钓大鱼的角度去看的话 我觉得量缩是好的 大家了解到 举凡所有的底部 它都是建构在量缩 只是说这个量缩 但量缩到什么程度 才叫做量缩主底 当然有公式可以计算 也有个标准 但是在我的看法来讲的话 也不用那么复杂 我们就去看看前面 起账点的量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看 之前大盘的起账点的量 大概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个最低量 约莫两千五百亿 约莫两千五百亿 这边算是一个很低的量 再往前看还有更低的 再往前看还有更低的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两千亿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大盘真的真的 不小心拉回到量 缩到两千亿上下的话 会发生两件事情 第一 那个时候整个市场 会陷入一个多空不明 你会发现到 你做多也不对 做空也不对 你会觉得说 奇怪了 怎么这边买进 好像赚不到什么大钱 奇怪了 怎么这边放空 好像有赚不到什么大钱 这很正常的 因为当大盘开始 陷入量缩盘整的时候 当大盘开始 陷入量缩盘整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一段时间 是混沌多空不明 这很正常的 那通常来讲 遇到这种所谓的 混沌多空不明的时候 大部分人会选择光 比如说 我这么讲好了 比如说你不太会 做短线的人 你看那种情形 你一定先休息 那你自然很会 做短线的人 你会发现到 奇怪了 我按照之前的方法做 几乎天天都可以 赚得到钱 怎么最近那么难赚 不然先休息好了 当这种 看不懂行情 然后又想做短线的人 又赚不到钱的时候 当这两种人开始休息的时候 量缩很正常 那周转率开始降低的时候 这个时候筹码一稳定 我个人的看法 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得出 后面有没有大行情的好机会 所以我从上个星期 是不是告诉大家说 我最近一直在期待一件事情 我期待什么 我希望量赚会输到4000亿以下 那当然因为这两天是反弹 从上个星期 他们知道 从上个星期 1515就这边开始反弹 12345连续涨了5天 连续涨了5天 连续涨了5天的这个当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当然量也是有减 但是大家知道 跌是带大量的 涨是没有量的 这表示什么 表示说在反弹的过程之中 越接近到 季线的这个压力点的时候 其实敢追股票 想买股票的人是变少的 还有一种人 等解套了也有 可是为什么这边的量出不来 因为还没反弹到 可以让大家解套的 这个颈线的位置点 我都还没解套 我当然不会想卖 那还不会想卖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追加了意愿不足 加上等了高卖的人 也非常的多 所以形成的观望 那量就会缩了 再加上现在整个季线是走平的 然后半年线是走阳的 我记不记得我跟他讲过 我说我如果没看错的话 基本上来讲 整个行情会开始介入 在季线到半年线这边之边 先做大概千点左右的震荡行情 意思就是说他遇到压力会先压回 打到支撑会反弹 形成一个摆档 在摆档的过程之中 那量一定会缩 反过来如果在震荡的过程中 那量不缩那怎么办 那就不排除再杀破15159 这样懂了吧 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说 好像你的半年线这边就一定有手 这没有一定的 如果这边的筹码 一直没有办法清理下来 甚至于融资鱼儿 他还是打死不退的话 也不排除半年线会再杀破了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 当然你可能这样听我讲 你会觉得说 哇老师那听你这样讲的 有讲的没讲对不对 事实上是如此 因为很多事情还没发生 我说的你不一定会信 如果跟你讲已经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会说放马后炮 所以在这个时候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改编策略 既然有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 是存在这个台面上的 这都为什么要改编策略 本来我也不做价差的 本来我也不做短线的 做短线的价差 做这些 尤其是特别像当冲来讲 其实很累的 这不保证一定天天有 对不对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说 我们今天 今天为什么我会调整 这样子的策略 我这么讲好了 十四所逼 简单的讲是被逼的 是被行情给逼的 被行情给逼的 那当然我也不认为说 行情这样逼我们做这个事情是错的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投资朋友 一定会做错 一定会做错 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的 原因就在这里 原因在这里 所以这为什么要定另一个半年线 作战计划的原因就在这里 也请大家可以多多的可以理解 可以多多的可以理解 好了 那当然了 就是说既然我们要做短线 既然要做加差 那当然关键就在选谷 就像我讲的 你可以学哪有跌很深的 也可以 跌深总是会反弹 也是有加差可以做 那你也可以选不跌的 就像我们刚刚看 像这个 其实连阳它其实没什么跌 有没有看到 它其实蛮强的 它其实蛮强的 它就是一个大的区间整理 你信不信 如果拉回快速量说 搞不好又是个买点 为什么不能买 它就是在那边震荡震荡震荡 震荡到最后的时候 一要不就打一个大头部 要不然就是酝酿再攻 今天上个星期 我有跟他提过这一档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叫8358的金居 它的结构 就跟联养非常的像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很像 一样 它高档虽然有爆大量 但是拉回的过程中 我觉得筹码还算可以 有点乱 但是还不会算很乱 重点是它结构还是算不错的 它还是一个什么多头的架构 大家知道吗 现在在台面上 要找到类似像金居这种 还在多头架构的股票 其实不太好找的 不是说没有 还是有 不多 穿单股里面也很多 像包括航运 还是都在维持这种架构 所以你看 我们讲 既然知道要做短线 我可以选跌升了 之前我有 像上礼拜我有做政打 政打就跌得够升 对不对 跌得够升 抄个底 抢个反弹 也不错 目前看起来 今天政打还可以 对不对 表示说像这样子的股票 跌升完之后 在半年线那边震荡整理 任何的拉回做低阶 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就看到能不能突破 这条12日的移动平均线 这样懂了吧 再来我们有聊到了 8358的金居 我们看到 今天结构还是蛮强的 虽然它没有那种 所谓紧喷式的 狂拉大拉特长 但是大家没有发现到 好的股票 筹码稳率的股票 就算大盘跌的时候 顶多影响到它顶多五分钟而已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早盘大盘 大盘是不是大跌的 对吗 但是只影响它五分钟而已 你看马上买盘进驻 立刻就你看 现在已经77了 金居上个星期 我有坐过一趟当冲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到73 74买进 然后77.7 78 想冲了会员 可以自行当冲 所以上个星期 金居我们已经转过一趟了 金居已经转过一趟 五块钱的价差 也不错 也不错 今天有没有机会还可以再赚 尾盘就知道了 尾盘就知道了 当然我今天不是在那边跟他推荐 你要买什么股票 大家不要误会 我的重点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懂得因地制宜 很多股票可能 你听我这样讲很简单说 原来这样就可以做价差 就可以做当冲了 可是有时候你听我讲 你会觉得很简单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你自己做起来 真的那么简单吗 记不记我常跟他聊的 敦泰 又上去了你看 有没有看到 记不记我上个星期怎么讲的 我说他今天会准备涂护月线 是不是有说中了 当然你今天可以买敦泰 今天还有很不错的地点可以买 但是如果你再上个星期 如果你在上个星期 早点参加我的会员 看一下上个星期的口讯 有没有看到 建议170 171卡微层资金 你看对我来讲 因为我现在在节目在直播中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下指令 但是大家可以换个星期 如果你上个星期 有跟着我170买敦泰的 现在180了你卖不卖 一张要1万了你卖不卖 心情不一样吧 对不对 你说今天大盘表现很好吗 还好嘛 但是如果你听我的 跟着我做的话 你看光一档敦泰套利了多少钱 套利了多少 大家自己看 好了我们先进广告 等一下回来聊一下 类似像敦泰这样子的股票 你该怎么做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 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冲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节杯用水 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 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 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 收集起来的水 累积起来 原来浇花 擦拭家具 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节水可以很轻松 好 聊到敦泰 我知道 有非常多的老师 他其实也有在做敦泰 我觉得就像玩车一样 以前我很多朋友 他们喜欢改车 大家一样都买西美K6 我讲的事情 我很年轻的时候的事情 你也买西美 我也买西美 他也买西美 可是呢 大家改出来的车子的味道 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偏好17寸大钢圈 那个年代17寸钢圈很贵 我先跟你讲 现在你可能觉得17寸的大钢圈 路上都是 我们那个年代是很贵的 哇 有人改到17寸 赞 排气管的孔 这么大 拳头都可以伸进去 那再改个那种 赛车的什么方向盘 再改个什么筒行李等等 哇 那根本不要说引擎 对不对 光改车的钱 比买台车还要贵 同样一台车 你看 有的人可以 就是要改得非常杀气十足 有的人就是觉得 有改就好了 反正同样的车 到每个人的手上 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就要比说一个厨师也是一样 对不对 你给他一只鸡 我跟你讲 有的厨师他有办法做一鸡五吃 有的厨师有办法做一鸡八吃 有的厨师不好意思 我只能做烤鸡 就是 就是说 我觉得股票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今天 既然我决定好像要做敦泰了 就像我上来经纪 我就跟他讲 就是说在我的口袋名单里面来讲 像典续红康这些 都是我的口袋名单 虽然都是高价股 但是虽然是高价股 我这个刀要怎么操 要怎么操啊 那就看我了 对不对 就看我了 那不用我多讲 你看像以敦泰来讲 这一波最低 最低来到146.5 我并没有埋在最低点 我是在18号这边 有没有看到 18号这边开始进行 我的第一笔的敦泰的这个进场 敦泰的进场 来 这边都写得清清楚楚 给大家看一下 还不包括 我跟你讲 目前来讲 手上还是有敦泰的 我的手上敦泰都还是存在的 我们这个基本的单都还在 都没有卖的 都没有卖的 那你看 从我们这样子第一笔 到目前为止 这样累积起来的 光这个套利的价差59 你们可以帮我算一下 如果我现在把这两笔单都砍掉 有没有看到 174 175 171的 我把这两笔单 现在都把它出掉 不用多 全部出在184就好了 你看 我这样子套利 又多了多少钱 多了二十几块 快三十块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 我这边要跟他强调就是说 很多人喜欢做短线 但是他不得其门而入 你不得其门而入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对股性的不了解 你对股性的不了解 这是因为说 你不能用你做 某一支股票的方法 去对待所有的股票 就像我讲的 我一台车给你 一只鸡给你 每个料理出来的味道风格 就是不一样 就比如说你今天给我做蹲泰 也是一样 好啊 我就做给大家看 对不对 我从18号那天开始 卡路第一笔 153 155 153 155 然后当天有买有赚 对不对 运气不错 当天现买就现赚停板 所以我的通知会员 获利出场 你不做当冲的就续报 不做冲的就续报 有没有看到 当天赚了10块钱的价差 好 隔天也是一样 隔天 持有蹲泰的会员请注意 建议175 176 先卖出赚点价差 好 卖出赚点价差 意思就是说 你昨天不做当冲的人 是不是手上有股票 你就利用隔天的时候 开高先卖出 开高卖出完之后 有没有看到 一压回 再把它接回 就是这一趟 有没有看到 逢高先卖出 压回再低接 光这一趟 套利9块钱 我问你 你152跟153买的股票 有没有动到 没有 这一趟你是做五本生意 然后尾盘在当冲 再做一趟五本生意 有没有看到 178 179 自行获利当中出场 你不冲的人 就续报 有没有看到 你看光这一天 敦泰价差套利多少钱 你们自己算 自己算 好 再来 5月21号 敦泰也是一样 股价在季线附近震荡 逢利布局 我们不追高 我们不追高 懂吗 第一接 170 星期五那天还有接吧 我忘了 我也忘了 我要回去查一下 应该是有 我记得是有 我只是没把它加进来 没把它加进来 所以大家知道 同样一支股票 对不对 这支敦泰到我手上 我是怎么料理他的 监竹吵杂样样型 你要我做当冲 冲 你要我做加差 做加差 你要我做套利 我也套给你看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自己短线做的不好的 你也想要跟着做 是这样子做短线的 套利 加差的话 神随作当冲的话 好 记得 可以加入 可以考虑的 加入我这个短线的 半年线的作战计划 有什么不了解 不清楚的 麻烦你来电 跟我们这个 线上的助理做洽询 好了 那时间过得真快 上我的直播 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 那下午别忘记 YouTube的这个频道上面 可以搜寻一样 三观破证 我今天在下午的时候 也会针对今天整个的盘事 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还有报告 好 最后 郁卓说的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我们下期见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城东斗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令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令待出 城东斗库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库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斗库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令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令待出